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田小浪 我又出来浪了 我现在是在一座无人荒岛上面 我浪到了无人荒岛上面来了 听到无人荒岛你们是不是就想说我是来荒岛求生的 闹闹闹 我可不是来荒岛求生的 荒岛求生对个人的生存能力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我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那个能力 其实看到了一些博主他们在荒岛上面求生的一些视频 对海岛也是有一种特别的向往 因为海岛上面它是有太多的未知 因为是无人荒岛上面没有很多东西 但是它又特别新鲜 又让人特别好奇 所以呢我今天来到了无人荒岛上面 我来到无人荒岛上面是来露营度假的 看到了他们那些荒岛求生的博主在海岛上面 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海鲜螃蟹呀雨呀什么的 我就特别的羡慕 我也来到了无人荒岛上面 我来到了荒岛上面 我带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我是来度假的露营的 体验不一样的体验 给你们看一下我带了有哪些装备 为了怕在海岛上无聊 我把表哥也叫过来了 表哥打个招呼跟大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哥 卫小野 跟着我的表弟田小浪 我们一块来到了海岛 体验不一样的海岛乐趣度假 希望在我们获得些日子能过得很快乐 很开心加油 好的看看我们带了些什么装备 我们只带了有锅碗瓢盆 还有一些调料 然后还有一些捕鱼的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网 然后还有带了一些水 还有啤酒 还有帐篷等等 反正带了很多的东西 今天一会先弄个饭吃 简简单单弄个饭吃 然后在岛上探水一番 明天开始真正的体验海岛露营度假的乐趣 表哥在切土豆 只是我们从家里面带的一些土豆 没带了多少少带了一点 想着换换口味吃 不能老是吃海鲜什么的 对不对 今天上岛的第一餐 简简单单吃个土豆烧腊肉 这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 再来罐小啤酒 干杯朋友们 先去岛上探水一番 找一找看一下岛上有没有淡水 如果没有淡水的话就不好搞了 我们只带了少量的水 我去这个浪真的是太大了吧 好大的浪啊 太恐怖了 看这里还有野菠萝 不过是青的 还没有熟 咱就不摘了 反正咱有食物吃 再探索一番 啊这里也有野菠萝 不过都是还没有熟的 往山上去看 这就是这个无人岛的大概 其实说大也不大 但是也真的不小 真的这山爬得可累了 走接着往山上去探索一番 这里有野生的仙长 不过好多都已经死了 嗯可惜了 山上的树真的是太密了 人都走不过去啊 啊无人荒岛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人上来 然后就没有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嗯 看看这树 从这边走过去吧 啊 这要自己走出来一条路啊 我去 我去 这个 啊 哎呀我操不敢走啊 啊这边不敢走哎 太难了太难了 我再找一下别的路吧 从这里走 从这里走 看看这茫茫大海 下面的浪花 下面的浪花